台湾为数不多的所谓邦交恐怕又有变数 综合多家台媒报道 民进党当局驻海地代表刘邦志 因与海地总统讨论事情发生口角 被海地政府要求在72小时内离境 并要求台湾提出新代表人选 针对台媒报出的海地要求撤换刘邦志一事 台湾前所谓驻海地代表徐勉生 在台湾相关媒体发表文章提出质疑 他称刘邦志是资深外事人员 怎会与锁住地总统发生口角 虽然台湾外事主管部门日前回应称 刘邦志日前是因公返台 台湾当局与海地政府沟通顺畅 各项合作计划也在维持进行 但中间仍可秀出不寻常气息 明显是台湾邦交已出现警讯 自民进党执政以来 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就持续告急 曾出现五天内断交两个邦交的情况 蔡英文一贯将此归罪于来自大陆的压力 但岛内专家和媒体对此并不买账 评论文章称外交辞令往往要从反面截读 小事就是大事不变就是有变 他怀疑此时可能与一笔45亿元新台币的直接投资有关 再来海地会不会接受新代表 要看台湾的诚意 2019年7月蔡英文前往海地时 海地总统莫伊兹希望台湾能直接投资 此次海地要求换代表是否与此事有关 值得推敲 台湾竞争利润探执行长谢明辉曾指出 民进党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两岸政治互信基础不复存在 造成台湾的国际空间不断缩小 这是台湾不可承受之重 民进党要对此负全部责任 台湾前外事部门负责人欧宏恋也说 要避免台湾外事困境恶化 解放就是改善两岸关系 针对不断有国家和地区与台湾断交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明确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